大家好,欢迎收看羽团球报第十期 本期节目我将会借全一赛前两轮的表现 以及签表的排布 来预测下本届大赛的南单名次 那么话不多说,马上开始节目 先看上半区 咱就是说有句古话说得好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丹麦的安赛龙身为先义 唯一具备超一流实力的球手也就算了 竟然还抽到了羽团神签 这样的签表真的很耐人寻味 很好奇抽签的过程到底是人之道还是天之道 要知道,目前世界羽团的抽签过程一直都很不透明 这些年没少受到外界质疑 但羽团却依旧我行我素 不愿意按照外界的要求把抽签的过程向透明化改革 那么这个话题点到为止 我们提前恭喜龙龙保底进决赛好了 主办方决赛门票的销量肯定又要卖爆 小峰今晚不必有心态压力 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就可以了 而西本拳泰和金婷这场应该也是相对比较精彩 假如双方的状态都好的话 说不定会有观赛惊喜 接下来再来看看厮杀惨烈的下半区 首先是洛健佑和李子佳将会在今晚早早相遇 这两个球手平时的状态起伏过大 所以他们对战的精彩度往往下限很低 但上限也可以很高 从前两天的发挥来看 本次的李洛之争估计会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大战 上演2021海洛决赛的2.0版本 而这也是今晚第三比赛日最大的看点 除此之外 下半区另外三场的精彩度也同样不遑多让 其中关注度仅次于李洛大战的 当属石宇奇对齐科这场 看过法国赛的朋友应该还记得 齐科对石宇奇那场虽然输了 但他在对抗的过程中 打出了身为一个挑战者应有的冲击姿态 再加上石头本战也是状态爆满 尤其是昨天晚上对格姆克的那场三局大熬战 真的看得我热血沸腾 哪怕我早就有所预料 但他们最终所呈现出来的精彩程度 仍是超出了我的预料 这样的石头遇上这样的齐科 今晚注定又是一场硬碰硬的大战 最后是冠亚军预测 上半区的局势很明朗 安塞隆肯定是冠军或者亚军了 下半区真的不好说 首先我认为今晚的李洛大战 应该还是小李赢面更大 然后顺理成章在半决赛对上石头 而这就是本届全英赛最难预测的一场 因为石头最近的能力提升已经突破瓶颈了 小李则是有全英buff加持 双方各有屏障 谁输谁赢真的都很难说 我只好都敢预测 石头以2比0淘汰小李闯入决赛 之所以这样预测 是因为在过去的两年半 石头的成长轨迹偏稳扎稳打 而小李则是有种飘忽不定的感觉 两个势均力敌的高手一旦斗到斗舞可斗 往往就又要回到反普归真的较量 而稳自当头的石头 应该能够在这种关头下沾到些血上风 同时在这种顶级的大赛 比拼的不仅是球手之间的较量 更是球手背后的团队 双方的后台输强输弱一目了然 当然假如同哥最后预测错了 也希望大家不要骂我 因为大家都是高水平 彼此之间的差距真的不会很大 至于决赛金牌得主将会花落谁家 我将会在接下来这一两天继续观望 下期雨谈球报将会给出最终预测 想看同哥被打脸的 或者神预言的小伙伴 都可以点点关注 我们接下来拭目以待 感谢收看本期雨谈球报 关注我收看最新雨谈资讯 我是阿童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